2019年3月24日星期天 你好,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让你掌握新闻时事一点就通 来看今晚的焦点新闻 宾州首席部长朝官有说 宾州供水机构将持续监控水坝除水量 一旦阿一旦水坝的有效除水量跌破40% 州政府将要求气象局不云造雨 但这需和几打州政府协调 因为一旦不云造雨将涵盖整个北马区 宾州供水机构主席拿督杰胜尼补充 阿一旦水坝从今年1月到现在 所记录到的除水输出量为0.53% 如果接下来没有降雨 而每天的输出量依然是维持在0.53%的话 那么阿一旦水坝的有效除水量在20天后 就会跌破40% 朝官有指出 冰层天气持续干燥炎热 加上高用水量 使到阿一旦水坝的除水量只能再支撑48天 情况比2016年的超级俄尔尼诺现象更加严重 他呼吁广大的兵民节约用水 在几打方面 该州水贡与水务委员会主席 张力尤硕书夫说 吉他州四个水坝目前的除水量绝对足够家庭 工业及农业用途 甚至可以供应到5月新一季的稻米耕种 另一方面 大马水务与能源研究协会主席 毕亚拉巴卡兰则说 水坝除水量下降只剩下50%左右的地区 应该实行配水的措施 以确保现有的食水供应可以维持更长的时间 他说 柔佛、森美兰、霹雳、吉他和吉兰丹 在4月和5月期间的降雨量将会少过常年平均降雨量的25% 而除水量大概只剩下50%左右的三个水坝 包括吉他德木达水坝 柔佛的马森水坝 以及森波浪水坝 换个焦点 一名50岁拥有拿督私里头衔的工程顾问公司老板 被反贪会发现 协助其他召反贪会调查的人士 包括政府机构的署名高级官员担任中间人 企图靠关系 协助他们解决被反贪会的调查 并从中赚取百万佣金 根据媒体报导 来自反贪会的消息指 只要能够支付180万令吉 这名拿督私里就能保证反贪会结案 消息说 这名嫌犯也对这些政府官员指 他认识反贪会的高官 所以能够让这些被调查的政府官员不必被带上法庭提控 今晚的新闻就给您播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回再见 引用Oakkin Sport让您找回健康 好处是 舒缓便秘 减重 帮助提升运动表现 控制和降低血糖 助于肌肉发展 降低胆固醇 增强免疫系统 加速新陈代谢 助于提升身体续航能力 隐缓骨质流失和关节疼痛